今天搞一首安琪拉老规矩这一把的装备和名文在视频最后 玩安琪拉这个英雄一定要快 清线要快 节奏要快 支援也要快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有些时候快一点肯定会好一点 这里上路支援一波 但是这个河蟹卡位置卡得很好 为了不摆跑一趟咱们先清个河蟹 但是此时敌方打野菊油精支援已到 人没抓到 河蟹也没有 这你们就过分了呀 这个旅步你还上来砍我两刀 那朋友啊 好来你就不好走 二技能叠满被动之后 一发一技能送兄弟上路 回到中路 我放大野菲线5 还算是个有良心的 居然还知道给我留个线 这种人不多了呀 这里鬼谷子二技能力功拉到三个 但是我那个二技能放早了 没能打出一波控制链 一技能好了之后只能收掉一个 另外两个残缺跑了 感觉好亏啊 但是通过观察小地图 霍卫一那个位置应该堵到了一顿 那不用想 赶紧过去careball 支援一下 二一连招一个预判 但是忽然杀出一个项羽 替数量上挡了一栽 项羽被打出被动之后确实很硬啊 但是吧 主厨的鸭子怎么能让他飞了 闪现过强追击 一发一技能送兄弟上路 有一说一啊 鬼谷子配上安琪拉 这个效果是真的好 基本上只要鬼谷子拽到了 然后你二技能那么一放 一段连换控被动直接拉满 一技能和大刀跟上之后 无论是脆皮还是坦克基本上是有死无生 双排的时候这个组合老猪强烈推荐一手 单排也不用慌 毕竟玩安琪拉嘛 草虫三秒嘛 犹豫不决不知道干什么 蹲草虫啊 李山这里草虫一蹲 二一三一套连招 敌方吕布当场裂开 上路蹲完下路蹲 这里草虫继续埋伏 因为虽然上已经进了塔所以先不着急 咱们草虫一等我一定打圆 李山这个菊肉精毫无心理准备 刚一六头就是一套送兄弟上路 蹲草虫或者是不蹲草虫 安琪拉的强度是两个概念 这个要从安琪拉的技能机制说起 安琪拉是频率攻击 而且是叠加的频率攻击 说人话就是攻击次数越多伤害越高 所以安琪拉除了一技能之外 无论是二技能还是三技能 单独一个技能命中之后一开始伤害不高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那个伤害直接翻倍 这就是因为技能机制越打越痛 而这个时候要是你伤害全中了 就等于是把这个越打越痛的时间给提前了 那么安琪拉的爆发伤害那是不得了的 但是正面团的时候对面有心理准备 所以你的技能不好中 那你技能中不了又需要越打越痛 那这样一来安琪拉的伤害肯定不高 那反过来咱们蹲草虫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蹲到了一打就是一套满的 那这样一来这个伤害高到离谱 离谱到什么地步呢 在所有的法师里面 无论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 可以只用一套技能就秒一个坦克的 尤其只有安琪拉一个 注意了我说的是秒 不是说伤害背到一起 像是咒鱼那种三趟火肯定能烧死一个 所以这样一个英雄只要你技能放得准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可以秒人 所以想玩好这个英雄就一个字快 这个快呢不是让你手速快 虽然有些时候手速快肯定好 但是你像这里手速快就不美了 手速一快对面稍微一个走位 两个技能就全部放空了 这个快呢说的是节奏 就是你中路线一清 要么上路要么下路直接走一步 除了跑路和清线 其他的时候要么蹲人 要么就是在搞事情 这里插个嘴 前面说了安琪拉是频率伤害对吧 以前我说过但凡是频率攻击的英雄 那么日木对于他来说是很契合的 但是安琪拉是一个前期英雄 所以当你的装备 如果包含鞋子在内前三件 你没有做到日木治疗的话 那么之后也就没必要做了 因为日木这个东西吧 你无论别人怎么吹 都无法忽视他只有180点法枪 而且到了后期面对魔女的时候 你光是一个日木是不够的 等到你法船暴坐出来之后 有了45%的法船 那么这个时候你继续堆穿透 收益远不如你堆法枪 所以不要觉得新装妹就是好 日木治疗只适用于前期 所以对于一个前期英雄来说 你前期没做 后期做了也是在骗自己 作用不大 这里中路团站一触激发 一发一技能新受一个旅步 二技能放风之后 夏宇残取逃跑 但是问题不到 此时对面还剩下两个C位 维裤子虽然很有想法 但是二技能空了 他这里只能边打边撤 虽然上香被我一套打盘之后 居然还敢追 那就不好意思 大招一好送兄弟上路 到这里 这一把局势很明朗 可以说前期我成功带飞队友 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 难受香菇音乐起